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第一次在他的任期內動用否決權 否決了國會星期四通過的反對他為修建邊界長撥款 而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令的決議 特朗普在執法官員和被非法移民殺死的小朋友的父母蓄勇之下 在白宮舉行了簽署否決儀式上說了 他說他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是為了保護美國南部邊界的安全 特朗普說國會有通過這項決議的自由 我有否決他的職責 他說這是巨大國家緊急狀態 我們的移民體系不堪負重已經超過了崩潰點 星期四在共和黨主控的參議院 十二名共和黨參議員不顧特朗普總統的勸阻 與全體民主黨參議員站在一邊 通過了對他的國家緊急狀態令說不的決議 民主黨主控的眾議院支持 已經通過了反對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決議 不過兩院都不是太可能有推翻總統否決的超級多數 宣布 Joshua Stellen二民俊 無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